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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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太久不见了 是美食收割的时候 真的很久不见了 为什么我这次会做呢 因为上个星期我开了一个直播 很多朋友都说 很想看我的食物片 其实我自己不停的都吃 但我很久沒有拍過影片 因為我很怕阻礙別人做生意 始終他們只有幾台 還要再阻礙別人做生意 就很不好意思 但他們說不要緊 去試一試 所以我決定今天特意來試一試 還要來九龍區 只看這裏是否不太知道哪裏 其實我都很少來這一區 但這餐廳我吃過兩次 是非常好吃 說的是它的炸雞腿 好 帶大家去試試 有否聽過麻雀衰小 五臟俱全 這個商場絕對是可以正正解釋的字 因為你看上去好像很殘舊 但原來內有乾均 可以走得 但進去之前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按個安手出行 成功 我們來到紅磡廣場 坐升降機一層 一看裝修地板 這些都完全是出自在八九十年代 港產片裏出現的地方 當然來到就是這間 你看門口都貼著 雞腿巨毛霸 34元的炸雞皮 就是這間 哇 香港其實有很多 比較舊式的食物 例如這些 我不知道是否喜歡吃焗脂脂肉醬意粉 這隻中式的肉醬意粉 我自己是很喜歡那個味道 Anyway 最主要是它的炸雞腿 謝謝想要一隻炸雞腿 是 奶茶紅豆冰 是的 這個籌碼就是我買了炸雞腿 他們寫的那張紙 都是那種很舊式很細張的那些紙 而且最重要的是 剛才你進來的時候 你看到餐廳的牌都真的很舊式 不知道有沒有三四十年 可能如果你住在九郎區或紅磡區 你可能會知道這些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其實這裡有多久 但是我去年才知道 原來有一間這麼出色的炸雞腿 因為以往我自己很喜歡吃炸雞腿 基本上我每個星期都會吃炸雞腿 但我不是去大家樂 大快活那些 我又喜歡吃那些 舊式茶餐廳那種炸雞腿 但是很不幸地 我自己在香港灣仔區那間 經常吃的炸雞腿 他就很不幸地結業 所以一直以來 我都再找不到炸雞腿 所以直到去年 我見到我的朋友 就在IG的故事 放出來說 炸雞腿很好吃 然後就推介了我來這裡試 嘩 我想說一試難忘 終於來到 首先給大家看看 這個大小 四分三的雞腿 整個正方形一樣 首先它一來到 飄出來 就有一點點的孜然粉味 但是這枝鹽不太多 因為如果之前粉太多 很搶味 但是淡淡地 灑在上面再加少許鹽 可以說是聞到那種香味 已經 然後你放在這個位置 已經感覺到那種熱氣 那種熱氣 不是人本身的熱氣 是炸雞腿之後 那個鍋出來 那個爐的那種熱氣 事不宜遲 切給大家聽 但是切這個很重要 因為大家一定要收到 那個聲音 如果收不到就很失敗 OK 我們要試一試 你瘋了 一百度油渣 你用手吃 手也熟了 還有 這隻不是學校那種 以前小食部學校那種 可以拿著膠袋位 然後可以像 但這隻不是那種 明白嗎 你們玩開這個 你知道那個尺寸嗎 只是不可能 所以我們用刀叉吃 準備了 聽著了 你看 那個脆的聲音 好吃 好滿足 我想說 雞腿當然一定是雪蟲 你不會是新鮮雞 所以 有一個很大的忌諱 很多時候 我現在為什麼不喜歡吃炸雞腿呢 第一 有雪味 這一隻 完全是沒有雪味的 OK 你有吃那些不好吃的炸雞腿 那些就是雪蟲味 第二 油味 那一盆油 好不好 很重要 我不知道怎麼有一盆好的油 但我只會吃一出 那盆是否一盆好的油 到底它是用千年老油去炸好 還是用新油去炸 我不知道 但有時候炸完之後 很大股油炸的味道 不論是雞腿 咖哩角 薯餅 什麼都好 然後炸完之後 都是同一種味 那種味道是不好吃的 第三 就是雞腿 因為它雪藏關係 很多時候溶雪 溶得不好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 你刺開之後 有些血水滲出來 或是有些血絲在裡面 但這個是沒有的 你看 通常去到這些位 溶雪溶得不好 一定有雪 有雪流出來 有血流出來 所以這個裝潢真的很完美 你看 煙 我相信這裡最多人買就是炸雞腿 第二 就是什麼 黑鯛汁 通常人家炸雞腿再加黑鯛汁 就可以吃一碟飯 我以前是不明白 為什麼有人會吃炸雞腿飯 我是不明白 但是自從來到這裡之後 我發現原來是真的可以吃炸雞腿飯 因為你吃完炸雞腿 再加黑鯛汁 再加飯 可以說是天衣無縫的組合 我先想答 喂 這杯東西出來 紅豆冰就一定喝過 這杯是奶茶紅豆冰 奶茶紅豆冰 我第一次接觸是什麼時候呢 要追溯到遠古時代 還有雜誌的時代 新蚊地 我相信你沒有那麼久歷史 你都不會知道什麼叫新蚊地 新蚊地是當年一本潮流的雜誌 除了看潮流的東西之外 還會介紹一些食物 當時有一間餐廳 在那裡介紹 他介紹了一杯奶茶紅豆冰 我就跟媽媽說 媽媽我想試一下這杯奶茶紅豆冰 那時候想著同其一間茶餐廳也有 沒有 他真的要走到九龍城那間 才有這杯奶茶紅豆冰 還要是在九龍城街市上面 其實現在應該還有 我忘記了一個名字 我找給你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港島區的茶餐廳 它沒有 其實說真的一句 應該都是椰汁紅豆再加奶茶 加了奶茶底 但就說是沒有 來到這裡之後 我看到奶茶紅豆冰 有一個弊病 喝管太幼 不能一邊喝紅豆一邊吃 要分開來 但你看到這杯紅豆冰 都很足料 你看 紅豆多少 吃炸雞腿 就說說一定是不健康的 我想說 我見過有些人 吃炸雞腿 切了雞皮 就不吃雞皮 只吃肉 這件是非常不明智的事 既然吃了炸雞腿 是不可能不吃皮 所以皮 千萬不要浪費 最重要是有肉 有少許皮 再加上油下的脂肪 再加上肥 再加上肥 一口 我的余德成告訴你 吃炸雞腿 一定會連皮吃 再加上價錢 忘記說價錢 下午茶餐 時名炸雞腿 是42元 42元炸雞腿 然後轉動喝兩元 都是44元 嚴格來說 只吃一隻炸雞腿 不算便宜 但是 我想說 這個質素來說 是非常好 雖然炸雞腿收得很貴 但其實加兩元已經有飲 很多時候 有些餐廳 可能是收你三十三四元 一隻炸雞腿 但其實你加一杯飲 要八元或者十元 其實除了買都是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是 絕對值得吃的 推薦到是 一百 不過說真的 我不是經常推薦 我推薦到一百 去到最後階段 少少肉也不要放過 好像森林裡的獅子 其實應該說 獅子已經吃完了 我現在是那些通鷹 少少腐肉也要放進去 嘩 真的完全沒有 都沒得吃